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眼科中心的譚志勇教授 非常歡迎大家來看我們這個中大精明教室 在香港來說,大概有十萬人患上青光眼 而當中有14000人會因青光眼而引致永久失明 我要特別強調永久這個字 原因是因為有很多眼疾,舉例大家熟悉的白內障 如果你做了手術後,已經可以完全恢復視力 但青光眼就不同了,青光眼引致視力損失 就算你接受了治療,只能夠減慢或停止進一步惡化 但不能恢復失去視力 正常的眼球其實是不停製造潛防水 以及不停把潛防水排走 其實如果我們排走潛防水的過程 受到任何阻塞或阻滯 就會令到眼球的壓力上升 而眼球壓力上升 就是其中一個引致青光眼的很重要的危機因素 眼球的眼壓上升得很快 而引致很多因為眼壓而導致病徵的時候 譬如舉例,眼睛突然痛、紅、腫、損失視力 甚至有些人會看到光環 有些人可能因為眼壓上升得快 甚至引致頭痛、作嘔作悶 這個情況因為眼壓上升得快而引致病徵出現 我們就叫做急性青光眼 何謂慢性青光眼 就是指視神經萎縮的過程 經過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慢慢發生 而通常這些青光眼 可以在眼壓完全正常的情況下出現 但就算眼壓上升 它上升的速度因為相當緩慢 所以患者並沒有一些是因為眼壓高 而引致不舒服或病徵 這些就為之慢性青光眼 我們的眼球是不停製造前防水 同時又不停排走前防水 而排走的位置就是前防角的位置 這個前防角如果是開啟 換句話說正常的狀態 但眼壓又上升的 我們就叫做開角形的青光眼 但相反如果這個前防角是關閉的 我們就叫做閉角形的青光眼 この中心的像是很短 käyt 我在眼路上 你現在是きれ.... 你цию這個後邁向方仔